场上看球赛 场下看关键 费城七六人队和波士顿塞尔提克的系列赛第四场比赛 七六人队主将大胡子哈登不止直接被官方评价为表现是登峰造极 首发出战48分钟 投篮23投中16 3分9 9投中6 罚球4中4 总计得到了42分 巴克兰把9次助攻 4次抢断以及一次封盖 甚至在末节比赛还得了13分 和三个篮板一次助攻 表现十分高效 哈登也直接成为了七六人队历史上 自埃佛森之后首位在季后赛中多次砍下40家的球员 反观绿军当家球星塔图姆 上半场仅得2分 直到下半场才开始回神 第三节 塔图姆投篮是五投中五得到了13分 三个篮板两次助攻 并且在末节和加实赛中得到了9分 6个篮板两次助攻以及两次封盖 关键评论部分 本赛季最被业界和媒体人看好的球队 就是费城七六人队 首先是大胡子哈登 本赛季意外地落选全明星阵容之后迅速找回状态 一路和恩彼得杀到了系列赛第五场 实属不易 主要原因是 七六人队不论在阵容稳定性或季后赛经验上全都比七六人高 一些球迷还认为能够递着大比分扳屏 背后可能还要依靠一些运气成本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别关键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旁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com 持人爱情 実践主要玩 最后的中国有没有人 这次就能够递着大比较 更多球的角色 看好后来 一场工作室 一场工作室 大比较小费 我们再砸大比较达小费